苗栗县旧将乐团参加由桃园市政府举办的 客音新势力全国客家流行音乐比赛 团长梁志凯自创歌曲《过家聊》 不仅唱出了客家庄朴实的生活景象 更荣获亚军可说是唱作俱佳 就将乐团参加客音新势力 全国客家流行音乐赛的自创歌曲《过家聊》 再度由歌唱比赛经常过关斩将的冠军 远住民歌手梁志凯操刀谱曲 与填词者江亦为两人 共同把客家庄的情景用歌曲记录下来 因为《过家聊》它在国语翻应该就是我们的串门子 串门子主要就是在说我们的客家庄 常常都会有吃饱 吃饱之后就会去邻居家可能去聊天 谁赚大钱谁家的山比较大这样子 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反而是记录了很写实的一面 很写实的一面 就是说那在这个非常写实的一面里面 当下我们用音乐来呈现 我可以让我们听众记忆点会比较清楚一些 原来在客家庄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景象出现 然后我们就是填了这首谱曲叫《过家聊》 那也是记录我们客家庄的一些情景 表演经验相当丰富的旧正乐团 能精彩诠释八种语言歌曲 这几年来年年获奖 不论国台客与歌曲创作都难不倒他们 藉由参与各项全国歌唱大赛展现唱作居家的实力 我们也希望透过比赛来肯定我们的努力 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得过的是原住民乐团大赛的第三名 那去年是用敏南语歌曲来拿到 奖卫水文化基金会国际大道成艺术节的创作歌曲比赛 那今年因为刚好有客音新势力的这个比赛 那我们就尝试着希望用我们的客语的歌曲来试试看 有没有机会呢让大家来肯定 那也非常的开心就拿到了第二名 朗朗唱口的狗嘎料 歌词内容描写谁家真的年糕 哪家的鱼比较大条 朴实无华却真实唱出早年客家人的生活日常 唱作居家荣获流行新秀族亚军 让大家看见在地乐团的实力与才华